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拜峰会地点曝光 远离旧金山市区 会面行程公布至少谈4小时 习拜午餐散步闭门密谈 墨西哥的AMLO将在与中国的习近平首次会晤中 讨论芬泰尼危机 墨西哥总统将在旧金山峰会上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拜登表示美国希望改善关系 以帮助中国经济 特朗普与检察官就电视转播选举干预审判发生冲突 请大家收看 习拜峰会地点曝光 远离旧金山市区 会面行程公布 习近平拜登午餐散步闭门密谈 综合新闻 美国媒体报道 习拜会将在星期三11月15日 于旧金山以南的费罗利庄园举行 美中两国元首将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问题展开约四个小时的深入会谈 美国之音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亚太金河组织APED峰会期间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费罗利庄园 费罗利庄园会晤 费罗利庄园拥有一座具有乔治亚复兴风格的豪宅 具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花园 占地2.8公顷的果园和1.6公里长的小径 报道称 习近平和拜登将在星期二14日抵达旧金山 习拜会活动预计包含工作午餐 在庄园散步 以及一场较小型的会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会出席这场较小型会议 其他高级官员将就特定课题各自举行会议 墨西哥的AMLO将在与中国的习近平首次会晤中讨论芬泰尼危机 彭博社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曼努埃尔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AMLO 将在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讨论影响北美的芬泰尼危机 AMLO与习近平的会晤 正指美国加大对中国和墨西哥打击毒品走私的压力之际 墨西哥和中国最近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 墨西哥希望与中国分享关于该药物在太平洋地区的运输情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习近平计划在旧金山宣布一项单独协议 该协议将使北京方面打击芬泰尼的制造和出口 拜登总统和拜登候选人明天会见习近平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计划于周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两位领导人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国内政治压力 对于这次峰会 预期不高 美国官员只谈到了两国之间的竞争管理 这次会晤将重新开启最近关闭的沟通渠道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将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为冲突 然而 对于候选人拜登来说 重新开启这些渠道可能不受他的选民欢迎 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分泰尼问题 这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 被认为是美国18至49岁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 预计拜登总统将要求习近平主席 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 习近平主席处于一个脆弱的位置 他的地位和权力掌握看起来不确定 中国5%的增长目标似乎无法实现 墨西哥总统将在旧金山峰会上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路透社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曼努埃尔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将在周四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 APEC峰会期间会面 这将是他们首次亲自会面 预计他们将讨论贸易和改善双边供应链的方式 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将是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晤的主要议题 他们还将讨论移民 电竞安全 以及打击毒品走私的努力 包括控制用于制造分泰尼的前提药物的到达 此外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还将与加拿大举行双边会晤 很可能是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会面 拜登表示 美国希望改善关系 以帮助中国经济 彭博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有意帮助中国陷入困境的经济 但不以美国的知识产权为代价 他表示希望改善美中关系 并认为中国人民目前正面临经济困境 然而 他强调美国不能继续支持 在投资中国时要求交出商业机密的立场 拜登最近几个月对中国经济持批评态度 将其形容为一颗定时炸弹 该国的GDP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阻碍了其疫后复苏 其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危机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仍然非常重要 拜登表示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并希望通过对话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 他还表示希望就军事对军事的沟通达成协议 因为中国应对南西 佩洛西访问台湾而暂停了与美国的外交渠道 特朗普与检察官就电视转播选举干预审判发生冲突 华尔街日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支持媒体公司 在他的选举破坏指控联邦审判中进行电视转播 但实际上 法庭内出现摄像机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特朗普的律师敦促法官允许审判的转播而特别顾问杰克 史密斯的团队则引用了禁止联邦刑事审判转播的长期规定 并提出担忧 认为转播庭审可能对证人产生威胁 联邦司法机构的政策制定机构已经表示愿意放宽对刑事审判转播的禁令 但任何变化都不太可能及时发生在特朗普的审判之前 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表示他将全力支持特朗普在2024年的竞选 华盛顿邮报 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 周尔表示他全力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 他告诉CNBC的Squark Box节目 他全心全意支持这位前总统 我全力支持特朗普总统 约翰逊说 我预计他将成为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必须让拜登成为一届总统 今日股市新闻 通胀数据平稳 道琼斯指数大涨超过450点 雅虎 美国股市周二大幅上涨 投资者消化了低于预期的通胀数据 截至中午交易时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超过1.3% 科技股重点指数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约2%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17个基点 接近4.46% 在企业方面 加德宝的季度业绩显示 同店销售下降幅度小于预期 这家家居改善零售商 将率先发布本周的塔吉特和沃尔玛等公司的报告 尽管消费者支出在面对较高借贷成本时保持稳定 但这并没有对零售股票产生广泛的提振效果 中国工商银行的网络黑客攻击令人震惊 金融时报 最近对中国工商银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ICBCFS的勒索软件攻击 应该成为金融行业和监管机构 加强网络安全工作的警钟 据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 文章强调了网络攻击者日益复杂的技术 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增加攻击速度和规模的潜力 作者呼吁金融机构加强合作 更好地将网络风险融入金融稳定评估 并改进应急计划 德国如何看待习拜登峰会 德国之声 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升级 德国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之中 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战争中 这可能会危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德国在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严重依赖中国产品 限于与美国的联盟和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之间 2023年7月 德国政府采取了一项中国战略 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分散风险 然而北京方面回应称呆战略是适得其反的 并强调中国是德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 德国内部的冲突也反映在其执政联盟中 绿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而总理奥拉夫、孝尔茨对采取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持谨慎态度 德国的困境在华为暗中得到了体现 尽管北约和美国发出警告 德国的移动通信供应商仍在继续使用华为的组件 德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平衡行动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 也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的挑战 因为它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影响力 尽管会谈进行 但美中竞争加剧 国会报告发现 彭博社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警告称 美中紧张关系加剧 北京方面对于让步或改善关系的意愿很少 该报告发布之际 美国总统乔拜登即将在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上 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 尽管两国最近进行了外交接触 但该报告认为美中关系只会恶化 拜登与习近平的会晤 可能会导致北京方面同意打击分泰尼生产 并结束中国政府对波音的商业冻结 为什么旧金山突然变得干净了 拜登习会晤促使城市采取行动 雅虎 一个干净而安全的旧金山迎接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 他们将在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上会面 但当地居民想知道为什么这座城市不能经常进行清洁和维护 市政府为了这次活动清理了无家可归者的露宿点和滋生毒品的地区 然而 这些清理工作只是暂时的 批评者认为 这座城市的问题已经被忽视了多年 这座城市一直在与心理健康和药物成瘾危机 无家可归人口和猖獗的财产犯罪作斗争 即使城市努力进行清理 居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城市不能经常保持整洁 其他人认为城市的突然改善凸显了旧金山成为一个干净而安全的潜力 Salesforce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表示 如果旧金山不恢复城市的清洁度 他将搬迁公司的年度会议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解释说 这座城市正在为到来的世界领导人进行清理 但批评者认为 他的行动是出于他对总统职位的野心 而PT解释 拜登在旧金山会见习近平时可以期待什么 雅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周三在旧金山会面 之后将参加亚太金河组织APEC峰会 该峰会旨在改善两国之间的沟通 减少冲突 预计会议将讨论一系列问题 从中东冲突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台湾 人权 人工智能和公平贸易和经济关系 白宫希望在恢复军事联系和打击分泰尼贸易方面取得进展 这可能需要解除对中国的人权制裁 高盛越来越无聊了 彭博社 高盛已经失去了他的自信和神秘感 贝瑟尼 麦克林在商业内幕上写道 他补充说 这家投资银行近年来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扩大到消费银行业务 而这被认为不如高风险的并购和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库 麦克林表示 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大卫 所罗门希望摆脱高盛自身的投资 并将其重塑为一家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然而 他质疑高盛能否与拥有合作伙伴文化的私募股权公司竞争 这种文化中 员工赚到的钱会被分配给他们自己 麦克林认为 高盛目前的做法对股东来说更好 但可能不适合合作伙伴 习近平无法拯救共产主义中国免于灾难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会晤 旨在稳定中美关系 并确保继续获得美国的友好 技术和资本支持 尽管在国内被誉为核心领导人 习近平对中国最重要的外部关系恶化感到担忧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是其权力关系的关键 但该国面临着经济模式失衡 宏观经济不稳定 破碎的房地产市场和糟糕的治理等问题 习近平必须解决这些挑战 以防止进一步的经济困境和潜在的不稳定 迈克 约翰逊支持特朗普竞选2024年共和党提名 华尔街日报 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RFY周二公开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 对于前总统关于2020年选举被窃取的虚假说法的质疑 不予理会 并将特朗普的法律挑战描绘为政治动机驱使的行为 我全力支持特朗普总统 约翰逊在CNBC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主要是关于中美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 以及其他一些国际事件 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和深入分析吧 首先 习拜峰会的地点和行程已经曝光 根据报道 这次会晤将在旧金山以南的费罗利庄园举行 习近平和拜登将进行约四个小时的深入会谈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次会晤的行程安排的相当紧凑 包括工作午餐 在庄园散步 以及一场小型会议 这次会晤的地点选择在费罗利庄园 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这也显示了中美两国在此次会晤中希望达成的共识 除了中美峰会 墨西哥总统AMLO也将与习近平会面 讨论北美地区的芬泰尼危机 这是在美国加大对中国和墨西哥打击毒品走私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 墨西哥希望与中国分享关于芬泰尼在太平洋地区的运输情报 美国和中国计划宣布一项单独协议 以打击芬泰尼的制造和流通 此外 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还将讨论其他一些重要问题 例如中美经济关系 人权问题等 拜登总统希望改善美中关系 帮助中国度过经济困境 但同时也强调美国不会为了经济援助 而放弃知识产权保护 这一点显示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但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话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 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 除了习拜峰会 还有其他一些国际事件值得关注 比如 中国工商银行遭遇了网络黑客攻击 这引起了人们对网络安全的关注 另外 德国也面临着中美之间的平衡问题 德国政府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分散风险 但同时也要维护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这些事件都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总的来说 习拜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 关系到中美两国以及全球的利益 我们希望这次会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改善双方的关系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同时 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其他重要的国际问题 共同促进和平与发展 最后 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中美关系 习拜峰会或其他国际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大家 六度世界观察员六博士签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